这是一个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地方 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就像是一栋宏大的豪宅 但是却频频有灵异事件在那里发生 它被当地人称为鬼衙门 从古至今都有许多诡异的传说屡屡传出 那么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随着无数考古人员的前来调查 真相最终还是水落实出了 那么这栋豪宅究竟是不是鬼衙门呢 还是说它另有玄机呢 本期的八荒七文录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坐落在悬崖边上的豪宅 看看它究竟有没有当地人说的那样玄乎 故事的地点就发生在我国的首都 在八达岭的北边有着一座高耸的大山 当地的人们都将它称为北山 而在这座北山的一处悬崖之上 有着一栋看起来非常华丽的豪宅 据说距离今天 它已经建成了至少一百多年了 外地人听说了有这么一栋豪宅之后 都显露出了非常欣喜的表情 想要前去一探究竟 然而与外地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本地人对于这栋豪宅通常都是敬而远之的 他们不但不敢轻易的靠近豪宅 甚至有时候谈起的都会感觉到害怕 那么到底这栋豪宅有着怎样的魔力呢 其实这全部源自于一个恐怖诡异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 这栋豪宅只要到了晚上 特别是到了半夜 凌晨的时候 豪宅的外面就会有一阵又一阵的鬼火出现 除了这些鬼火 在豪宅的深处 会频频地发出令人细思极恐的声音 有凄惨的嚎叫声 还有特别甚人的哭泣声 这些声音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些鬼神之说 久而久之 这栋豪宅就成了当地人的梦魇 大家越传越玄乎 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去豪宅面前晃悠了 当地年纪大的老人都将这栋豪宅称为鬼牙呢 顾名思义 在老人的眼中 他就是一个阎王爷办理事务的场所 夜里听到的那些嚎叫 哭泣声 全部都是底下的犯人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样的传说 使当地的村民们全部都深信不疑 那么事实 真的就像是这些老人说的这样了 对于如此封建迷信的说法 年轻人自然是没有那么容易信服的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他就完全不相信这类传说 对于这栋号称鬼牙的豪宅 他想尽了办法 也要前去一探究竟 究竟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叫做成金龙 是当地县城文物科的一个小科厂 对于文物颇有研究的他 自从听说了鬼牙们的传说之后 便决定亲自去查看一番 那么到底这栋豪宅长什么样呢 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 成金龙爬了许久的山路 才终于看到了这栋所谓的豪宅 原来这只不过就是一个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山洞罢了 这个山洞就出现在悬崖的峭壁上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胆大的成金龙走进了这个鬼牙们里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看出了一点点豪宅的样子 走进山洞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偌大的客厅 整个洞内非常的明显 已经被改造成了人的住处 而户型也是非常标准的三十一厅 不但面积相当的大 而且还有一个上下户厢通帘的富士小楼 但从这些特点来看 称它为豪宅倒也不为过 那么既然这些构造都是按照人的住处改造的 神鬼之说显然是不攻自破了 那么这么大的豪宅是谁建造的呢 为了查明真相 成金龙到了附近的村子里走访调查了一番 随着调查的深入 也有几个不相信鬼神之说的老人 给到了成金龙一个较为靠谱的说法 根据他们的了解 这个山洞其实和古代的皇帝有所关联 这个皇帝大约生活在明朝时期 成金龙一听便瞬间起了劲 山洞怎么还能跟皇帝扯上关系呢 皇帝一般的住所可比山洞高级多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老人给成金龙讲起了故事 原来在十七世纪 李自成带兵杀入北京之后 当时的崇祯皇帝为了逃命 跑到了深山当中选择了自杀 而明朝也随着崇祯皇帝的死 结束了长大两百余年的统治 但是相传 崇祯皇帝并没有绝后 有两个小儿子相继地逃出了皇宫 最终躲到了如今的巴达岭 一带藏了起来 战乱结束之后 两个皇宰也已经失去了 重新回到皇宫的希望 他们由于身份敏感 也没有办法出现在世人的眼里 否则很有可能会遭遇不测 于是就隐居在了深山当中 而根据老人的故事 这个山洞 很有可能就是皇子当初的避难所 那么事实真的就像是老人推测的这样吗 成金龙听完了这个故事 很快就去翻阅了史实资料 没想到在史书中 真的记载了崇祯皇帝两个孩子的失踪 并且很有可能隐居到了深山里 但是退一万步讲 就算避难所的说法成立 那么史中还是缺少了相关的证据 究竟成金龙能够顺利找到证据吗 为了查明所有关于鬼牙们的真相 成金龙觉得单凭自己有些势单力薄 他请来了专业的考古学专家 跟他一起前往鬼牙们调查 专家不愧是专家 紧紧绕着鬼牙们观察了一圈 便有了非常重大的发现 原来根据山洞里的火炕 专家推断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 身高竟然连一米六都打不到 简直就是童话当中的小矮人 而且根据种种特征 岩石的硬度 加以推测 在这里生活过的 绝对不可能是明朝的皇子 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如果说用人力强行打造这个山洞的话 最起码也要几百个人 那么大的规模 皇子还怎么隐居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成金龙想起了传说里提到的鬼火 所谓鬼火 大多是灵火 这也就意味着周边非常有可能存在古墓 想到这里 成金龙立马告知了专家 在经历了一场保护性的挖掘之后 果然 他们发现了山洞里有古墓的存在 真相也随着古墓的出现 而渐渐地拨开了云雾 在北京历史所的研究员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古墓可能出自于唐朝时期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个少数民族大多身材矮小 为了躲避战乱才隐居到了山上 根据对古墓的勘探 尸骨大概有六百多具 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部落 这也是最为合理的推断 由于历史久远 所以现在这个山洞里 已经找不到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了 显然 传说中的鬼崖们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鬼火出自于古墓 至于那些奇怪的声响 大多数也是以讹传讹 整个调查过程中 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感受到什么异常 这个山洞 只是在我国历史长河中 一个少数民族的小住所 那么你们对于这个山洞 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我给大家看